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你得出来的结论是什么 不管电梯里设在一起还是接吻 共同点是肢体接触 我们只有进行肢体接触 才有换回去的概率 有道理 也就是说 假使互换的概率是恒定的 我们接触的时间越久 就越有机会 没错 对了 我那天还跟学长打听了一下 他在书里也看到过类似的冠仪事件 推测是由某种磁场共振引发的 你也一并考虑一下 我想想 你说 要是我们万一换不过去了怎么办 余双双 如果我们要是换回来了 以后 就不要再见面了吧 好啊 我也正想说呢 本来互换这个事情就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要说再出什么意外也挺麻烦的 我们以后 还是做个纯粹的网友吧 你的人生那么好 父母疼你 朋友爱你 我还是把它还给你吧 你才是呢 这么有才华 将来一定能够成为巨星 可别被我搞砸了 那 明天见 明天见 我看完 我看完 这 我看完 你 看完 我看完 我看完 and waiting for me I see the light I see the home I see the love I see the night I see the love I see the more I see you and believe it's you the sun for the morning and I must be for you See you You know I miss you